! 这个是刚才那一个 那一年我们 什么啊 那一年我们一起做的 不是啦 那一年我可能会爱你 刚刚我们那一刻嘛 那一年我可能会爱你 是那一刻里面的同年班 那一刻我们跟大家承认了吗 开同学会呀 然后会讲小说嘛 那這一刻呢是記得當時年紀小 就回到他們考年的時候 然後來做一些堂登這樣 好 各位我們先來看看我們自己 請問你喜歡你自己嗎 我們來做一個做答 我們用這樣 這樣子是五分 兩分 然後四分 三分 兩分 一分 零分 然後往上就是六七八九十 好 那我們來做答好了 你喜歡你自己的外在嗎 請做答 你們好害羞 你喜歡自己的外在嗎 喔 有人很高 有的人 好 可以跟旁邊的人講一下 為什麼你這樣講 旁邊的人這樣也會跟他講 為什麼你鼻子這樣 為什麼 好 好 那你旁邊的人 我們也可以給別人跟我一腿 好 你要說他可以這樣說 欸我覺得你應該是屁股耶 我看你起碼也有爸爸 好 可以做兩天腿嗎 好 再來呢 來 等一下 請問你的內在嗎 預備 請 好 好 這個旁邊的人看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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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了 拜拜 剛剛的特質碼還在嗎 如果不在也沒有關係 你們的那個獎勵後面都有 對不對 請你從這些特質碼裡面 選兩個你最喜歡自己的特質 跟你最不喜歡的兩個特質 跟你旁邊的人分享一下 好 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雖然我們大家我們一直都不認識 可是經過今天這一天 我們也很難得嘛 可以相聚在一起對不對 好 那可以找別人可以有一點 一次的分享 我們今天每個人都需要 家 需要別人傾聽 好 我們也需要從傾聽別人當中 好 然後讓別人也得到了 很多的支持跟幫助 好 所以大家可以用一下這些特質碼 然後你去挑兩個 你最喜歡的你的特質 那兩個人不喜歡的 如果我們外在跟內在的特質 這一些內在跟外在的 使我們成為獨一無二的 很多人都想到 然後就跟林志玲一樣 不亂 就獨一無二了 我真的聽過這樣的事情 我一個好朋友 他是在正當教室的 結果他就到了韓國去 那個教本老師那樣子 然後就按過去 職刻做教育 他回來跟我說 莫非媽要 然後他說 可是韓國是女孩子 韓國也是 他們大概十六歲左右 生意就是什麼 四十六歲 對 他好像都知道對不對 然後他就一直在一起 然後變得很危險 就韓國那個整形的 那個醫療好像還蠻麻麻的 結果呢 他說 躺在路上 你躺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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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服也穿衣啊 然後那個 那種感覺就是 很好玩的是 常常都會有女孩子 走走走走 就在路邊停下來 揉她的腳 那時候 因為他們都穿高跟鞋 所以走走走 就會很累啊 那個腳就很痠 就走在路邊 然後就寫著特別的 開始流一腳 然後男朋友 就幫女朋友 揉她的腳 揉歪以後 就穿著高跟鞋 繼續走走走 那更誇張的是什麼 他們去討論的時候 會說 我要寫著眼睛 我要寫著嘴巴 我要寫著什麼 結果 然後他說這個 大學生一下課 不是上午五十分鐘 然後一下課十分鐘嗎 全部人家出到 那個洗手間喔 然後叫做化妝室 對不對 洗手間 然後那個韓國大學的 那個洗手間 是大面的鏡子 然後就整排 然後前面都可以 大家放化妝包 然後一看一看 一去補妝 我說我告訴你 我每天出門的時候 上班的時候 出門我就化妝對不對 我剛回家就卸妝 從前都沒有補過妝 他說這些大學女生 每五十分鐘就好不穿 吃 他說說 因為我在那個地方 是化妝 這個女老師 這個在我的老婆 她在鎮大士 非常非常好 其實學生很喜歡她 就是很漂亮 我這個結果 她就看到她 上班過去 叫做化妝 然後我也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人 有什麼種病 叫做 身體醜漏恐懼俱症 有沒有聽過 身體醜漏恐懼俱症 就是當你整過整形 整過一次 整過第二次 整過第二次 到第三次 她就覺得整理最近 她不整理最近 她要繼續的整下去 然後就 有時候就把 有的人就會變成很 很極端的 就變成叫做 身體醜漏恐懼俱症 變成心靈的疾病了 對 所以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應該有我們 自己很獨特辦人 我不是說 我一定要你治靈的什麼 我要阿妹的什麼 都不用 可以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然後好好的欣賞 認識我們自己的特質 欣賞我們自己的特質 欣賞我們自己的特質 而且發展 你們這三分 認識然後欣賞 然後發展自己的特質 我們就可以活著 無業無二的生命 我現在就來看 我們上一次所看過的那四個 那四個人 他們的小童年的故事 我們來看 他們怎麼樣認識自己 然後欣賞自己 然後能夠發展自己的特質的故事 我們去跟女生玩 我們不要跟她玩 你們知道嗎 她會跟女生玩家家酒耶 娘娘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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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跟你玩 對啊 男生玩什麼家家酒 好娘喔 娘們 娘們 我們不要跟你玩 你們幹嘛這樣啊 不要欺負她啦 反正你們兩個是一國的 我們是男人國 你們去跟女生玩 哈哈哈哈 娘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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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呀 假呀 欸 你不要難過啦 被取笑也沒什麼 不過 他們真的很過分耶 虧我們以前感情還那麼好 可惡 為什麼男生就不能玩家家酒 沒關係啦 我可能真的有什麼問題 我跟你說一件事 你可以幫我保守秘密嗎 你告訴我 我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樣 因為我發現 自己常常盯著籃球王看 很喜歡他打籃球的樣子 這樣喔 被他們知道了 一定說你同性戀 你要不要去找輔導老師聊聊 我答應你不會把這個秘密告訴別人 嗯 一言為定 嗯 老師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嗎 當然可以啊 歡迎請坐 我最近很不開心 怎麼了 要不要說來聽聽 班上男生嘲笑我 說我是娘炮 因為我會和女生玩家家酒 他們都不跟我玩 我也覺得自己跟大家不一樣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喔 還有我很喜歡班上的籃球王 覺得他打籃球的姿勢很帥 老師 我是不是喜歡男生嗎 先不要緊張 想想看 你為什麼喜歡籃球王很帥的姿勢呢 你覺得男生不可以欣賞男生嗎 我好希望有人教我怎樣打籃球 我常常都投不進 技術也不好 好羨慕籃球王打球打得那麼好 嗯 你的意思是 你很喜歡籃球 可是打不好 所以很羨慕籃球王 是這樣嗎 嗯 不是 其實我不喜歡打籃球 可是班上同學下課都要玩那種 不會打 感覺很適 所以我太勉強自己 我比較喜歡跟女生玩家家酒耶 嗯 看起來比起打籃球 其實你更喜歡玩家家酒 可以告訴老師 為什麼你喜歡玩家家酒嗎 因為我喜歡演戲 而且在家裡都是我陪妹妹一起玩 不然他們會哭媽媽會很傷腦筋 嗯 原來是這樣 哇哦 你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哥哥哦 又是媽媽的好幫手 來 你告訴老師 你喜不喜歡自己是男生 還有 被同學欺負 你的感覺是什麼 嗯 喜歡啊 可是因為我喜歡的跟他們不一樣 他們就不喜歡我 讓我感覺很難過很孤單 這樣我比較了解了 其實 男生喜歡玩家家酒 並沒有關係 而且不管怎麼樣 因為別人的興趣不一樣 而嘲笑別人就不對 老師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難過 或勉強自己一定要跟別人一樣 另外 你想想看 每個男生都很會打球嗎 對啊 先說男生一定要很會運動啊 你的個性溫柔 有愛心 很喜歡照顧別人 比如說 你很會照顧妹妹 我覺得你真的很棒 還有 你因為羨慕籃球王 所以常盯著他看 這是很平常的事 老師國中時 很羨慕班上一個女同學唱歌很好聽 也常盯著他看哦 你不必因為不會打球就自卑 你有許多優點 老師會跟班上同學討論 試試看情況會不會改變 好嗎 同學們 老師問你們幾個問題 答最多的有獎品哦 好 你們覺得男生可不可以煮飯洗衣服 可以啊 我爸就會煮飯 那請問同學 有沒有一些女生很會運動 比男生還厲害的 有啊 隔壁班的李小如就很厲害 那男生一定要很會運動才是男生嗎 女生能不能很會打球或很會運動呢 男人婆 剛才有人說很會打球的女生是男人婆 那我們學校的女田徑隊都是男人婆囉 有時候我們喜歡的也許和別人不一樣 可是這和是男生或女生沒有關係 老師以前最要好的女同學就是柔道國手哦 還有啊 老師的先生也很會照顧小baby 也很會插花耶 他可是道地的男人哦 怎樣 你心情有沒有變好啊 嗯 還好你叫我去找老師 喔 害我好緊張 班上也有幾個女生被他們欺負 還好 王老師一來也救了他們幾個 嗯 他們也和我一樣被欺負 王老師一來班上上課以後 就沒人再來嘲笑我們了 謝謝你啊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嘿嘿嘿 沒什麼啦 我覺得你想太多了 其實我也很羨慕那個林大文 功課那麼好 對了 你要請課哦 我幫了你大忙耶 好啊 你要吃什麼 我們去福利社買 走吧 一起去吧 好 請 信也認同 失業連串長期的過程 不要因為別人的嘲笑 多欺負 就懷疑自己的性結 不要認識 接納並發展自己的興趣 客人 做一個擁有豐富內涵 展現多元客人的人 好 謝謝 這就是我們最後的結論 我們一個 那個被欺負的小男生 就是你和你對不對 那他因爲什麼事情被欺負 記得嗎 因為他喜歡大家 就是他的興趣對不對 還有他 他的長相呢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特別說 但是他最主要的就是他喜歡玩 玩那個 玩家家舊話 好 因為他的興趣 那為什麼特質 你有找到這個特質嗎 好像沒有 沒有 主要是因為他的恩人 就是喜歡照顧妹妹 然後會那個 不喜歡打籃球 不喜歡打籃球 他喜歡做家事 好 好 那就也讓我想到一個 一個人的故事 好 你們知道嗎 常常那個 我們會看到人教材 就會講一個人 叫葉詠智 你們曉得他的故事嗎 好 老師一定要知道 因為那是個非常非常 慘通的經驗 在屏東 一個國中 那這個葉詠智 這個小男生 他因為他有一些特質 是什麼樣的特質 你知道嗎 他就是比較 比較 有些陰柔 陰柔的特質 而且他很喜歡唱歌 然後又很喜歡 跟著媽媽做的 做那些 像 就是女生喜歡做的那個 煮飯啊 紅衣服啊 這些就是比較 陰柔的特質 那結果他呢 就在學校裡真的 都可以幫他同學排斥 那我剛才講嘛 男生喜歡比長短 對不對 女生比大小 這個嘛 所以他就上廁所的時候 就會有同學就 起哄 就要看他的 身體習慣長短 然後他就會很困擾 可是他基本上 他是一個蠻 蠻快樂的小孩 媽媽也對他很慌慌 可是他就是有這個困擾 上廁所的時候 同學會起哄他 所以後來他就跟老師講 他就每次呢 都在上 人家的 就是下課期有五分鐘 大家還在上課的時候 他就跟老師說 老師我要上廁所 老師就被他拿去下課 然後上課期有五分鐘 結果有一天就 因為他不行 他要畢業前 他就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 後來他就 就死了 被發現在廁所裡 對 就是 那可能是滑倒 沒有辦法證實 總之 就是倒在血過中 那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遺憾的一件事 不過後來呢 就會被 同性別團體 其實心別團體 然後他們就會說 這個小孩子就是 因為 就是剛剛一個是霸凌嘛 所以有這個可能 因為雖然當時是 下課可能也會沒了學生去 但是因為他 是 就是因為他被欺負 被罵禮 所以他才會 讓七千五分鐘 別的同學都還沒有去的時候 他去廁所 然後那個廁所的照明不好 就很暗 然後反正他就是 就是倒在一個雪 就是滑倒 然後到一個物狀 像什麼就是入學 然後就死了 然後學校因為這個世界化 就是學校又太快 把血跡就沖掉 所以等到要調查的時候 都已經 現場已經 不死人來了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 就成為一個 謎團 可是呢 就會被講成說 因為他的性取向 那這個就不對了 他是因為性別特質 不是因為性取向 因為他並沒有 同性別的伴侶 所以我們做老實人 其實我們一定要分別的很清楚 我們腦袋一定要清楚 所以我就說 談這個議題 特別在國小國中 應該是長向性別特質 有刻板印象 錯誤的認知 所帶來的這些歧視 這些種種的對待上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 他在特質上面 他不會接納 他喜歡 媽媽會做的那些事情 這很好啊 他如果就是根據他的興趣 然後他正確將來 他的職業 是根據他的興趣去發展的 他可以有非常好的發揮 可是很可惜他在國中的時候 就被惹殺了 那這是同彩的文化裡面 有像一個厲害的故事 所以那可是 我們就是跟北京說 其實他不是性取向的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故事 拿來放在性別特質上面來討論 好 在此 我們要說 是 有個小的 想法 有個小的 方式 如果有些事情 對 糟糕